现在我们在整个疫苗研制过程中间 实际上我们都在加强过去合作 中国的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 大家都是为了应对疫情 能够在卫生健康方面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做出贡献 那么大家在加强合作 那么在中国疫苗如果完成了 整个研制试验和临床的任务 可以达到应用的时候 我们会认真落实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第73届WHO大会上的承诺 把它作为全球的公共产品 来向人类提供